日本作为曾经的法西斯国家 受制于二战之后 签署相关条约 不允许组建军队 因此本国的武装力量 也能以自卫队相称 可是随着美国进行相关部署之后 让这个国家的野心 再度开始膨胀起来 甚至还在美国的帮助下 大肆建造直升机驱逐舰 因此也让外界不禁怀疑 这个国家的军工部门 一直在践踏和平宪法的红线 甚至一度指责日本 暗自隐藏了7艘航母 也就是所谓的直升机驱逐舰 其中就包括大名定领的 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据悉该舰艇是日本海上自卫队 史上最大的作战舰艇 首舰出云号于2015年正式服役 采用全通式飞行甲板 标准排水量大约在19000吨左右 搭载4具LM2500燃气涡轮机 单机最大功率高达33000马力左右 此外出云级的满载排水量 大约在26000吨左右 最高航速为30节 机库容积达到了14架 舰体长度大约在248米 而且甲板上除了可以停放直升机之外 同时也可以停放F35B 垂直起降战机 最重要的是 该舰艇还配备了舰载机升降平台 而且甲板下方的机库长度达到了125米 宽度为21米 并且设有三层加班 意味着这艘舰艇合理利用了每一寸土地 几乎没有浪费一厘米的空间 甚至该舰艇布局合理丝毫不弱于美军的福特级航母 为此也让外界更加怀疑日本的真正意图 也可以说所谓的 除了几乎直升机驱逐舰配备F35B之后 完全可以将其当作是一艘航母 此外 该国除了隐藏七艘航母之外 同时外界也十分怀疑 类似于石川岛波摩重工业和日本制钢所 是不是日本自卫队的隐藏的军工部门所在 因此 可以说 不仅日本海上自卫队频繁地践踏红线 就连会下的多家企业 似乎也在频繁地打着擦边球 也可以认为 日本军工 堪称该国最为特殊的部门 要知道按照目前的说法来看 日本军工确实是善于隐忍 就连自卫队的隐忍能力也十分的强悍 可是明眼人均能看得出来 这个国家在二战结束之后 丢失了大量的装备 甚至连军队都无法组建 但是野心却是从未真正丢失 再加上有强大的工业作为基础 因此让日本一直都具备一飞冲天的资本 当然从目前来看 日本想要依靠美国的帮助完成突破 毕竟后者除了帮助日本建造驱逐舰之外 同时也在开国 境内部署了一条F35的生产线 所以看出对于日本 美国可谓是 给予了极大程度的关照和照顾